hello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6号 今天礼拜四 现在是晚上的8点5时 为什么这么晚出来 本来是今天不打算录录的 为什么呢 今天 一言难尽你知道吗 本来昨天吧 情绪就有点一喜一悲 情绪有点起伏大 所以今天早上起床就有点起床气你知道吗 然后我自己又煎了一个豆腐和鱼大早上 8点多就在那煎 煎完之后想吃顿饱的给自己压一样 结果那个楼上又载着逼一刀逼一刀 说这个烟这么大 把门打开之类的 哎呀 我一听 你知道吧 有时候这种起床气就他这种 营火锁 他那点营火锁吧 我那吞 火就起来了 我说这个 我这个 冬天我也是这么做饭呢 冬天怎么不到必到呢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我们立马就开始转移了这个 转移话题了 一般情况下 他那水池子里面呢 他有时候总是放一个碗 两个碗 放在那里放很久 这次呢 水池子里面放一堆碗 到时候这一两天我都没办法 洗自己的东西 我吞一下 火箭就早上来了 我说在水池子里面呢 这个碗放了他们多少天了 是不是啊 你们自己不用 别人还要用呢 是不是啊 然后吞着火就来了 然后又我把门打开 我吃完饭 我吞 我就出去上课去了 然后我一吞 我就把那个门给他们关上了 我说爱他们怎么地怎么地 本来呢 一肚子的火 本来想着这个路上刀壁刀壹下 是吧 转移一下情绪 结果呢 发现他呢 那手卡又忘了带了 我吞 光带个摄像机 能不能录啊 哎呀 又在那憋肚子的火 然后呢 到这个路上呢 又有一个车呢 闭我的吧 我吞 又憋了我一肚子火 我都想冲上去干啥 哎呀 然后呢 你知道 这个带着很多情绪 上课那效果是大大折扣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上了上了 你老是讨实 嘴巴也给老是匹上了咋嘛 5块6毛6 6.8嘛 什么火火的 然后呢 那个上课老是走神的 老是想着现在这个烂滋滋滋滋的事儿 哎呦 那是个玩死的 上一上午的课 结果呢 那个老师呢 还没有来 结果是另外两个从来没有上课的老师带着课 听不着能听起来 你知道吧 但是呢 总觉得没有那么熟悉 非常有意思 等我再过两天 我来聊这个老师的话题 也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下完课 下完课 紧赶慢赶 那个老师又脱躺了 脱的妈的12点40 紧赶慢赶回来 回来呢 把那个饭用微波炉打一下 吃完饭 然后再赶过去 还真好 还好没有迟到的 然后今天一点半干到六点半 干完之后回来呢 又弄了我一肚子的火 知道吧 反正今天的火特别大了 然后 这怎么回事呢 说是那个 我那个厨师机又来了 我这是买一个大的厨师机 大厨师机 跟他妈小小空调 小冰箱一样大 然后呢 我搬进来的时候被他们房东看见了 哎呀 房东一瞅一眼 马上的脸色就变了 然后说 哎呀 这个东西多大功率啊 多高瓦啊 哇塞 然后呢 我看看吧 看看吧 然后呢 我就先搬回房间了 是吧 买的是美的的 我从来没有买过美的的 厨师机 我这次买一台美的的 然后 立马就电话 一个电话来了 说 哎呀 你看 你买一个 用那么大 供了个电器 是吧 你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 罗里巴托 意思就是 要不然你就是多交电费 后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谈了谈了就和电费没关系了 就最后被他们 涨房租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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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是什么怎么聊的 我操 这就开始涨房租了 我操 哎呀 那你妈现在是吧 你看不下 哎呀 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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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哎呀 你说这天天的 这尽是事 你知道吧 哎呀 那天天的 我他妈的就没有 本来就憋着肚子活啊 哎呀 他妈长风 哎呀 涨房 没办法 哎呀 讲的话 我他妈的这个东西不能再拖了 我今年赶紧把语言搞定 明年呢 是吧 我搞定了语言 我就想办法我去别地方住 是吧 我就不在这住了 为什么在这住 哎呀 哎呀 然后我刚刚在房间里面 我现在7点多钟 7点钟打开的除湿器 现在是8点55 哎 8点55了 8点55 对不对 我大概是7点多吧 反正我觉得速度很快啊 大概就是一个来小时 一个来小时 它从湿度80%除湿 除到50%了 我觉得这个速度很快的 知道吧 比我之前买的那个小的那个除湿器那速度更好 然后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必须得关窗子 关窗子 本来这个温度是23度 关完窗子以后 除完湿之后呢 变成27度了 我操 外面才25度 结果呢 把我闷的 我都快不行了 我操 看来这个除湿器啊 有好处有坏处 就是说你想这个湿度不大 但是呢 温度肯定很高 你想湿度大 你想温度不高呢 肯定湿度就大了 好了 那我先到这吧 先到这吧 我应该快到了 拜拜 OK 我们送完这单冰淇淋了 这张冰淇淋呢 大概是10块钱 3万左右 价钱也不错 非常好 但是我今天这个晚上就做了这一单 你知道吧 哎 你说说 这钱多难振啊 哎 那边还要涨房租 这边他妈的钱多难振呢 还要他妈上学 还要他妈上班 还要这 还要那 他妈人呢 这个所有的精力都被填满了 哎 都干不了别的事了 什么神家 什么家 哪他妈有家呀 然后呢 房间温度太高了 我就接 正好也接了这么一单 我就出来在车里面吹空调了 我就感觉吹空调都比在房间舒服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干 不是吹空调 就是那个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有风 有小风 所以说在外面走路的时候都掉凉快 外面的温度呢 25度 24度了 哇哦 现在还掉了一度了 哎 反正最低温度 22度 最高温度 32度 31度 7块06 5.300 了解 然后今天是礼拜 哎 我刚没有报 报吧 今天礼拜四 本来今天是上学第四天 是吧 为什么呢 昨天为什么没有上学呢 那个老师吧 那个老师昨天请假了 今天又请假了 导致他的主管 就是他上级 在带我们班课的时候呢 在人抱怨 说这个老师呢 是不是在家里面 就是你看前面的傻逼逼车肯定开大灯了 绝逼开大灯了 要不然灯没有这么亮的 然后呢 那个主管呢 就在上课的时候抱怨 说这个老师呢 到底是傻谎呢 还是说 因为那老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他自己病了 就起个病假 然后呢 但是那个主管就怀疑 他说他不相信他 他觉得这个老师呢 可能就在度假去了 他就可能去一个go on vacation 但是呢 他那个老师给的理由是seek 然后主管就不相信 就是应用我们那班同学说 说你觉得那个老师是在撒谎呢 还是说的是事实呢 反正整整半截个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而且把这个话题成功的引上为一个homework 就是why the people lie 就是人为什么要上 人为什么就是会撒谎 你知道 然后要我们写一个家庭作业 但是我这几天的观察就是 上课第4天嘛 我这几天的观察就是 即使写了作业吧 老师也不看 就完全看你自觉了 就说老师记得交上去 老师也不点评也不看 反正就是你写 你要求你自己写就完事了 这也太随意了吧 也不改 也不看 也不评个分数 这对我们这些华人来说是很煎熬 对吧 这没个评价也不给个分数啊 哎呀 本来呢 今天是有录视频的结果呢 8块9毛1 9.8万 现在9点03分 9点04分啊 基本上也没什么好单子了 那我就先进去到这吧 进去到这吧 然后我段时间把这几天的视频全部上传上去 要不然的话又不知道要拖多久 4块7 5.5万 然后今天就到这吧 反正今天来说挺被吹的 拜拜 拜拜 好了 就到这吧 拜拜 好了 拜拜